唐位置 我是不是警告过 让你去跟我爸说你无嫁 为什么你还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这是奶奶的遗愿 我必须要完成 你乡爷小丫头还是怕是我的床 也不掂量掂量你自己 乡村野丫头 看我今天怎么好就去做事 试试看 滚下去 贤量输得你没有 撒泼打滚你第一名 你放心 教堂我是不会去的 你不配跟我结婚 你爱去不去 结婚是我自己的事 用不着男人 行 还嘴硬 我倒要看看 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喝酒 来来来来 唐小姐 新郎什么时候来 不用等了 就按正常流程吧 听不懂 就按彩排的时候来 在这里 我代表两位新人 我代表新人 以及她的家人 对各位来宾的光临 表示衷心的感谢 和热烈的欢迎 接下来我宣布 新婚仪式 开始 去吧一个人 一个人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被新郎抛弃了吧 婚礼当天 顾四爷抛弃野丫头 私会江家小姐 香野丫头 傍上豪蒙总裁 从小样一想变成白天鹅 这些人真八卦 都三天了还吹风 喂 喂 唐小姐 我到楼下了 今天晚上是 老爷子的寿宴 不能迟到 好 我现在换个衣服就来 生日快乐 手臂乃山 好嘞好嘞 来来来 这不是唐威冉吗 听说她结婚呢 她老公都没去现场 这婚都还没结 就扯破脸 我还是偷会看到呢 这以后的日子啊 有得受的 爸 祝您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尝病百岁 哎呦 还是小冉董事啊 来 这个呀 是给你的红包 快拿着 老屋里坐 爸 我带锦西来给您过寿 祝叔叔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我身子不好 今日人多 大家慢用 杭卫人 就凭你 也想当我们顾家人 简直是痴心忘想 比起我们江姐姐 你不过只是顾家的一只狗 比起我们江姐姐 你不过只是顾家的一只狗 长嫂如母 既然你这么不懂规矩 我就好好教教你 剑丫头 竟敢打我 找死 我的手 再这么没大没小 我就把你另外一只胳膊 卸了 这宴会也没什么意思 我就先撤了 四哥 他那么小镇 少了就打你妹妹 现在根本就没有你 反正你喜欢的是江姐姐 不如趁早和她离婚 让她滚回去 你不是她的对手啊 以后先弹扰原点 四哥 怎么和多年前 家里去世的人 长得那么小 这几分谢谢了 算翻了你的名声 好 我这就让司机散了出去 爹 你永远都不用对我说谢谢 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进来不知道 我请我自己家为什么要敲门 倒是你 这么迫不及待的脱衣服 是想和我补个洞房吗 这么迫不及待的脱衣服 是想和我补个洞房吗 我吃 你当初怎么嫁给我 我们自己心里清楚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碰你的 以后我们两个走的路 但是你要敢让我知道 你和顾家做出任何不利的事 就别怪我手下不利器 你放心 顾家的我一分都不会要 这是爸给的礼物 应该是股份 还你 既然是爸给你 这就是你赢得的 行 我先带你包裹 我明子还要去学校 先走了 差点忘了 这小丫头还在读大学 也不知道公交车什么时候来 不然让他送我一车 这小气的男人 喂 明天给我买辆车 送到学校 中才 你有什么车 背影 买半盒 库尼南 明点就行 软软 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 我是说 你那新婚老公怎么样 我们俩达成君子协议 互不干涉 真的假的 明天早刻是第二集 要不咱们今天晚上 去牧师酒吧嗨一下 美男药有多少有多少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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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哈哈 呦 哎 鬼爷 你看那舞池上的美女 跳的真火了 哦 哎 哎 啊 啊什么 你在这里先玩 啊我先走了 好行 拜拜 她是几岁啊 竟敢来这种地方吧 哎 姑爷 我看上的牛 你可别跟我抢啊 我可抢不过你 你以后离女人远点 不然早晚死在上 你放心 吻得很 哦 嘿 干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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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吗 有的女人表面上问你 是这凶狐狐猛 骂得狗砸碎 在我的地盘上闹事 找死 快 你不是对那个女人感兴趣吗 不如看看她到底还有什么 没无命令 等着吧 给我上 小娘 够辣的啊 敢打我大哥 今天就把你自己赔给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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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的 姑爷 没想到身材柔弱的那个女孩 还是王者 太野了这 臭娘们你找死 在我的地盘 我看是谁找死 哎 把她俩给我丢出去 干什么 放手 给你干什么 哎 不要 不要 帮我 放开我 给我松开 松开 没事大家 该玩玩 两位美女受惊了 我是没有四九八老板 为了身表现意 能否赏你去吃个宵夜 好啊 然然 你还记得我小时候跟你说过的林家哥哥 又是慕留白 他好像不认识我了 然然你就帮帮我吧 好吧 放开 你我放开 放开我 放开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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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干 我 你们酒吧 不想干了吧 我打金打鸡 这妙色是谁开的 不想死的话 快点滚 以后看见你们一次 打你们一次 行 行 走 喂 夫人 我看到夏小姐了 我怎么可能看错呀 我在夏小姐待着七八年 不可能看错的 我马上去办 夏人 夏人 当初他舍不得杀你 现如今还敢出现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了 毕竟你才是他唯一的亲生 来来来 走走走 小小年纪就来这种地方 看来你只是长了一张青春 内心却放荡不堪 新婚业约会小情人 还出现在这种地方 不愧是华都第一人 她的东西都要娶个小媳妇 可以啊 顾燕 我在这儿吃不下 出去逛逛 我出去了 可灵 你给我讲讲 就是你 在没有四九八把我兄弟给揍了吗 是啊 怎么了 行啊 小妞 有种 看到我后面这兄弟没有 东东城你就残废了 不过兄弟我呢 您像西域 你要是主动投还送报的话 我可以考虑放你们啊 小妞子真会惹 robot 都是5ちゃん 老爷子不得发疯啊 嘿嘿嘿嘿嘿 你给我上个 怎么样 还打吗 不打了 姐 不打了 不打了 错了 错了 放过我吧 这话你留着跟警察说吧 走 给我站住 你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 脚矮了 要你管 还敢跟我嘴呀 把手给我放开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跟我脚矮 顾燕 我们说好了 两不相欠 你还要脸吗 你到底要干嘛 你放我下来 我自己能走 别骄傲 这附近人很多 要是被别人看见了 还是我们顾家亏待你 大哥 大哥 这是一群废物 大哥 那娘们实在太能打了 大哥 怎么这 行了 来日方程 小哥哥吃了这笔买卖 下套那笔饼子钱 跟我们一时无用 四爷 四夫人没什么大碍 这是萧种药 每天涂抹三次 很快就好了 给我吧 四爷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要给我吧 他怎么可能这么好 我看 是想故意让我讲废了吧 顾燕 我记住你了 女人就是矫情 顾燕 醒醒妈妈 醒醒妈妈 顾燕 又是这个吗 这我已死去的女人 还有男人和小女孩 到底是谁 这脚崴了 也不能去参加比赛 不知道我的粉丝会不会想我 好 我知道了 哟 今天什么风啊 把顾总才给吹回来了 这里是我家 我想来就来 还要跟你说 你不是讨厌我吗 不愿意回家 确实不想 顾总 你这么讨厌我 我用过的杯子你不嫌弃啊 你喝过的杯子又死不了人 别说是这个杯子 里面的一滴水 那都是我 四野夫人 五分准备好了 好 我刚好饿了 不好意思啊 你还说不是故意扑在我怀里 说什么桥归桥 路归路 这些都是欲擒不去的吗 不是 是 我刚才就是没站稳 你放开 好啊 顾燕 你很不男人你知道吗 你放开我 我现在就爱男人了吗 你放我下来 我自己能走 别动 我带你去吃午餐 算了 这死男人根本不讲道理 你看你穿的多是些什么 你现在是我们顾家的儿媳 这张黑卡你拿着 出去买一些珠宝首饰 别在外面给我丢人 我穿的舒服就行了 再说了 有给我种青青草原的老公丢人吗 卡 不用 我不需要 哎 然然 这可是这里最贵的珠宝店 这每一件单品都没有下过五位书的 五位书怎么了 咱按金买 啊 听说顾老爷在他社宴上 给你送了一个大红包 里面不会是装了家银行吧 没有 那些都是固定资产 而且我也不会懂 偷偷告诉你 我有一家银行 哎 然然 这条不错 我喜欢这个 好 你好 帮我把这条拿出来看看 好的 稍等 这条项链我要了 谁都不准碰 安小姐 您来了 这条项链不错 给我包起来吧 哎 好嘞 等等 这位小姐 这是我朋友先看上的 你看看别的吧 你们看上的 知道多少钱吗 买得起吗 我们不像大小姐 游手好闲 没有钱还来行 每天忙着 臭丫头 你的意思说 我买不起吗 我们安家可是慈禧界的大王 我是安家大小姐 安小义 你竟然说我买不起 区区一条项链 我看你就是土包子 进城眼镯 在这瞎胡闹的吧 安小姐是吧 你可能智商有点开忧 没太明白我说什么 您的意思是 您很忙 你闲逛 买得起是吧 当然 好啊 你竟然讽则我很闲是吧 就算他买得起 也不准卖给他 否则这家店 我以后都不会再来了 这家店我以后都不会再来了 安小姐 您别动气 这项链怎么卖给您 卖给您行了吧 没事 吐 我看你这样子 也不像是能买得起 这条项链的人 看而不会去凭着这张脸 勾搭上了某个 土肥人的爆发户 带着冲大头吧 小妹妹当姐姐的劝劝你 要是没有过硬的家庭背景 就算长得再漂亮 在男人眼里 也不过是只漂亮的野鸡 你他妈才是鸡 你全家都是鸡 你妈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个臭丫头 竟然敢骂我 现在给我立马跪下道歉 否则我让你们滚出北城 我就不道歉 你要怎样 你 你个竟然 这位小姐 如果你再这样的话 别怪我们不客气 好啊 你们敢打我 我看你们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 都给我上 踩了算我的 我跟你拼了 我跟你拼了 快报警啊 杀人了 天后我已经看了 你动手在先 唐小姐属于正当防卫 至于毁换的物品 大家赔偿就行 这位同志 你说话可得注意一点 明明是他们先动的事 根本不算什么正当防卫 我可是安家大小姐 伤了我她赔不起 我要她蹲大牢 你就是皇帝家的公主 也不能随随便便让人蹲大牢 你听好了 你殴打在先 甚至杀人未遂 是要被判刑的 警察同志 你可不要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会杀人 是不是你们收买了她 安小姐 你别发疯了 人家警察同志是秉公办事 那又怎么样 你损坏的这些项链 至少也得上千万 穷逼你赔得起吗 赔 为什么要赔 这是我自己的店呢 十分钟之内 我要收购第一二的家店 哼 现在的人 吹牛逼都不打草稿吗 你知道收购第一二 至少也得上千万 钱吗 还是说你背后的金主爸爸 愿意给你出这么大一笔钱 老板 您来得正好 你看看这个臭丫头 把你店里破坏了 警察同志只是让她赔了项链的钱 我觉得你应该再争取一下 您就是 唐小姐 今天让您受委屈了 从此我的店就是您的了 购物手续已经提交了 祝您生意兴活 谢谢 老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潘小姐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生意的照顾 但小店已经转让给这位唐小姐 他责坏自己店内的物品 自然不用赔偿 还有 店内所有的导购员 全部清除 三倍工资辞退 明天会有新的导购接手 这穷酸丫头 能买下一家国际大牌珠宝店 怎么可能 你们哪位有时间 跟我出去录我口供 那我去了 走吧 没想到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既然傍上了这么有钱的土鞭 愿意为你花上上千万 待会儿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来接你 四叔 四叔 顾燕的侄子顾锦鱼 谈了一个女朋友 今天顾锦鱼从国外回来 约好了晚上要带他转世见顾家的人 难不成 就是安小易 你还真是给我一个惊喜啊 名下陈业竟然给我牵引 唐燕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嫁给我 我说了 一是因为奶奶的遗愿 二是因为 你还算个优秀的男人 四叔 我是被这丫头给打了 才出现在这里 原来是有什么事吗 你还没嫁个警局 现在叫四叔 是不是太早 我 还没进门就得长辈动 还抢长辈的东西 这就是你们安安家的规矩吗 四叔 你肯定是误会了 我从来不抢长辈的东西 更不会打长辈的 他是我的老婆 你还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我能给你的 可不止这一个惊喜 今晚顾家家宴 锦鱼会带安小易一起去 行了 不就是一个安家吗 我还不放在眼里 走吧 走吧 松红 你干嘛 难道你还想再被嘲讽 顾家夫人刚进门 就被老公嫌弃吗 新婚的时候你都不在 现在做这些 是不是晚了点 我早就是全世界人的笑柄了 谁还在意这个 老爷 四爷和四夫人来了 这不都看见了吗 来了就坐吧 爸 没想到 老爷替四弟 找了这么个媳妇 还找对了 当真是温柔体贴 胸拐大度啊 没老公动房业 去找别的女人 都能欣然接受 真是顾家的好福气啊 这次真是要多亏了 妈 让我娶了 像我人这样 美丽大方 温柔贤的妻子 放心 妈 我一定会同罪的 一定不辜负你们欺望 这大嫂也不是 见不得你们夫妻好 只是所有人都知道 你跟景西那丫头 不清不楚的 你就 不用跟人家丫头 解释一下 不用给江家一个道歉吗 顾家的戏台大 慢慢看戏就好 大嫂 这你就放宽心吧 区区一个将家而已 我让她明天等 她绝对不会屹立在后天 话是这么说 可是 总归是你负了人家 这跟你跟她的名声 都不太好 那大嫂是觉得 我背上婚外情的名声 江锦西背上 插足别人家庭的名声 才能好事吗 老公 你会错意了 她的意思 是让你跟我离婚 然后跟江小姐 双宿双妃 老婆 你放心 除非我死了 或者你亡 不然我们永远 好好 真是我的好儿子 顾燕 你记住了 你今天说的话 老爷 夫人 景区少爷 和安小姐来了 爷爷 爷爷好 还是我们玉儿眼光好 这才是顾家媳妇 应有的样子吗 那是当然了 过段时间 小义还要去参加 世界联合举办的 国际机车大赛 我有非常多的明星 跟大神都来参加 甚至还能就把叶英本人呢 真的假的 叶英 我知道 听说她已经连续三年 获得世界机车比赛的冠军了 小义 到时候帮伯母 要个签名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了 我跟叶英很熟的 只是个签名而已 她会写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和你很熟 这照片 怎么这么连续 麦田 气球 大哥哥 这些气球给你 谢谢 为什么六岁以前的事情 我都不记得了 奶奶那里的照片 我也好陌生 反而这张照片 你进来做什么 四十 那么激动干嘛 我只是 怕你一个人无聊 过来陪你聊聊天 用不着 滚出去 你可别太过分了 我叫你一声四审 是给你留着面子 你只不过是 自说不要的女人 有什么可嚣张的 我不需要你给我脸 白天能打你女朋友 晚上我依旧可以打你 唐卫然 我看在你 有几分姿色的面子上 你现在要是求求我 说不定 我还可以收了你 总比 你跟着四书 要好过得多吗 我看你是找死 唐卫然 你个贱丫头 你敢打我 我弄死你 我 叫你嘴贱 怎么了这是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替你教训教训你儿子 什么 女儿 我的儿 你没事吧 妈 是四书把我等着这样的 我看你是反了天了 连我儿子都敢打 住手 小人 这个逆孙 没有把你怎么样吧 他还没有能耐把我怎么样 只不过 我下手中了脸 爸 你不会错过 我儿子到底跟你有什么仇 你要把他打成这样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 你先不要污蔑小人 带着锦衣 全都给我下去说清楚 回了 去把医生喊开 慢点 四书第一次来爷爷这儿 我怕他不熟悉 就上来问问他有什么需求 谁知他上来就 就对我动手动脚 还 还说 还说什么 还说 他年轻漂亮 嫁给四书 太可惜了 想偷偷跟我 四书四书 你找死 四书 老四 你说自己不见点 打我们锦衣干什么 虽然顾佳是为了你说的算 但是你也不能如此成狂 顾锦衣 你是活得太优越了 连我的女人你也敢污蔑 四书 我真没有污蔑她 这贱丫头留不得 她就是个祸害 然然 过来 无论我喜不喜欢 爱不爱她 她唐卫然都是我的妻子 只有我能对她做任何事 其他人 不能让她皱一根眉头 顾锦衣 别以为你不说实话 我就不知道 这一次只是断了手 下一次她就没这么紧的 打烦了吧 我们走 好啊 刚刚 谢谢你啊 那你打算 怎么谢我 你们顾家的小辈 不好好管教 让我身心受到了伤害 是应该你们补偿我 到底是谁受到了伤害啊 喂 肯然啊 今天是慕留白的生日 给我下个情帖 你赶紧起来收拾收拾 跟我一起去 我刚才又不熟 你自己去吧 哎呀 你就当陪我去吧 她生日肯定有很多贵族 亲近公子 我不好意思 你快收拾一下 我先带来接你 两位美女的大驾光临 是我的荣幸啊 生日快乐 拿着吧 哦 谢谢 生日快乐 谢谢这美女 这枚胸针倒是别致 但是这种杂牌子 跟我们牧上 好像有点不合适吧 重要的是心意 来我的生日会 不需要送什么礼物 大家玩得开心就行 设计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我带大家一起去 走 这边 队长 我听说得了很下的应用 可以讲一点 在这两百万的美观 你想要啊 我赢了 送给你 就当咱俩五周年礼物了 就当咱俩五周年礼物了 哎呀 哪有那么容易赢了 放心吧 横卫然 你应该是第一次来这种场合吧 可要好好观看 很精彩的 谢谢江小姐了 不过你和我说话 为什么一直看我老公啊 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 我是想提醒一言 多多给你讲解一下 不用 我老婆却多识果 很多东西我还得请教她 横卫然 果真好本事 先问你这才被搞起 只不过你了数日 就能让她这么注意 你 说不过我 她还不是我 锦西 你不用在意顾四少的话 她是给那丫头留脸的 那丫头从乡里来的 别说把门 见都没见过 你跟她计较 只会自降身份 好吧 那个 这次比赛呢 我们玩点新鲜的 效仿古人 百步穿扬 好好好 好好好 你有意思 刺激 这谁能做到 规则越难越好 这样可以先刷掉一拼 你 你是在哪里 我问 今天是我们俩 相识五周年 我要送给她 要不要我帮你 不用了 这都小意思 还有 你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你最近对我太好了 能不能正常一点 还我说你这个人 我对你好也不行 这是奇妙 请各位参赛的 帅哥美女们 一步上台来 来 静心 你去 你的剑术 可说我们圈内 公认的好 行 那我就去吧 薇然 你会射箭吗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是你射弯 把人给射中 可怎么办 是啊 顾四夫人金贵 还是老老实实 带着关注鞋 看着 这可不是乡下 不是谁都能来逞能的 话别说得太早 也别瞧不起人 乡下来的丫头 收不准剑术更好 我看顾四夫人行 能得到冠军 也不一定 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她怎么可能赌射箭 跟这种人比 我就觉得丢人 就是 别等下宫都拉不开 这种乡下女人 都能来参赛 我看 这比赛还是不要办了吧 既然二位这么有信心 跟我们打个赌怎么样 哼 跟我打赌啊 行 我跟你 这场比赛只要你们赢 我就 跪在地上 学狗叫 哈哈哈哈 好 我要是输了 我也学狗叫 那就一言为敌的 唐小姐 我看好你 谢谢 唐小姐 一会千万别让我 彼此彼此 看见没 我就松吧 乡下来的丫头 还说自己会射箭 这连拉弓都不会吧 真丢人信念 就是 我就等着看这野丫头 三夸下 哈哈 这干嘛 我看 总想往碰上的死耗子 一个箱下的 也还敢比射箭 看到没有啊 哥这才叫实力 江小姐果然厉害啊 我看这第一非他莫属 就是 那野丫头算什么呀 我就不信了 他后面还能射箭 有些人呢 不知道自己的对手 是 我看他就是装逼 看他那样 怎么可能射得重 就是想给自己找个借口罢了 什么 连续三箭 全部中了十环 是真是那个乡下来的 故事夫人吗 好 好好好好好 好 亲爱的 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棒的 那哪儿了 我就知道 你绝非一般的女子 恭喜 谢谢 恭喜你啊 真的 这是我们认识你装缘的礼物 你要是不拿去 我就生气了 谢谢你亲爱的 不过有些人 不过有些人 应该履行谷约了吧 他妈的不过是运气好棒 一个小小的射线比赛 干嘛你弄来的 我告诉你 江小姐 已经拿到了 国际机车比赛的入场券 那可是 那可是夜鹰都要来参加的比赛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 就是 有本事 你也去报名参加 我再接触比赛 将军西要去 好啊 没问题 我一定会参加 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 不过在那之前 你们两个先要旅行赌约 你忍一下 万一得罪的顾业 都完蛋了 你给老子走着瞧 江小姐 我不是故意的 爷 我歪到脚了 痛痛走不了路 你过来扶我一下好不好 你还不赶紧把张小姐 留不及了 江小姐 求 爷 你能不能等等我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想必 唐小姐你应该不介意吧 当然了 这里面真的不在意 好 江小姐 有什么话我们就在这说吧 我是个有父之父 我一下 爷 我求求你不要走啊 爷 我求求你不要走啊 爷 你知道的 这些年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江小姐 我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特殊的感情 仅仅是因为你是冉冉的妹妹吗 可是她在十六年前 早就已经葬身火海了 你为什么 就不能为我留一份情意呢 不管她再还是不再 在我心里 她永远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妹妹 都是 不该有的妻子别想要 要不然只会害了你自己 爷 快让妈看看 妈 我脚崴了 好疼呀 怎么会崴到脚呢 我都跟你说了 每次出门多的些佣人和保飘 你非是不停 现在伤到自己了吧 孤雁 你也真是 也不照顾这点心 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受这种伤呢 男女受受不侵 江总男 你让我一个有妇之夫 去照顾江小姐 你就不怕拜访你女儿的名声 害笑她 怎么会这么像人 夫人 我看她家小姐了 难道 她真的没死 这位便是顾四夫人吗 是 这两人 我怎么看得那么眼熟 只是为什么看到他们 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四夫人果然年轻貌美 只是顾雁 我确实没想到 你是个见色奇异的人 有了新婚 忘了我们昔儿对你的情了 江总 看你这年纪也过半半了吧 知道要几年顺行吗 你当着我的面 说我老公跟你女儿有情 一是破坏我家庭 二是有损你女儿的名义 你的公司 是股票卖得太好了 还是你女儿的命太好了 你 听了四夫人一起谎 真是让江猛如醍醐惑惯惊 不管汐儿过去 跟顾雁感情多好 如今你们结婚了 忠心的女婿 生活美满 排头偕老 江总 你知道 我对江景西 没有任何的能力 我之所以对你们江家人 如此不安忍 完全是因为然然 是汐儿自作多情了 是然然也去了那么多年 也节哀罢了 顾雁取的什么香烟东西 竟然还敢在我面前嚣张 还阵阵有词地教训我 知道死活 真是个不知私不得眼压的 这是 如今有顾雁护着来 咱们得谨慎 毕竟顾雁可是个很厉害的人 爸 妈 对付唐蔚染那个小剑 用不着你们操心 你自己重心 然然是谁 该不会是我吧 然然呢 就是当年江凌峰 入职到夏家以后 他才是大小健身的女儿 在然然六岁的时候 夏家别墅被成家走过 然后全家只剩下了江凌峰 他后来疯了一段时间 再后来 他娶了夏老爷的私生女 柳如 那个柳如之前也有归个男孩 但是后来失踪了 同时还把她的女儿章锦西 过去给了她 这次慢慢好走 你也在为夏家的事情 我记拔了 不是 我只是觉得 夏家的事情有些蹊跷 那个江凌峰娶的 夏老爷子的私生女 更蹊跷 当年我确实调查过这件事 但是什么都没查出来 夏家的火的确是仇家放的 最后那个仇家也被省之一发 几年后死 算了 别人的家事 我们不说了 慕四爷带娇妻参加慕少生日会 却私会江家大小姐 真是真爱 这么点时间也要约个会 给你十分钟 多查清楚 到底是谁在背后策划这条新闻 是 总裁 总裁 查清楚了 幕后策划者 就是江小姐本人 照片也是她 安排紫余山庄的人 故意偷拍的 江净 一样 给我控制海外的股市 因为我要让江市 回头十个亿 对了 跟那些媒体说 以后曝光 只能曝光我和我老 不准曝光我和别的女 另外 明天再定一万只玫瑰送到别人 让那些媒体 使劲地给我曝光 您的意思是 让媒体多曝 您对夫人的 爱 爱 反正就是只能曝光我和我老婆 是 夫人 大门外有人找您 您好 姑夫人 这是姑子爷送您的一万朵玫瑰 分成一百树包子 每树一百朵 这是其中的一百零一朵 请您先收 祝您生活愉快 姑夫人 财富您想吗 姑子夫人 请问这些玫瑰 都是姑子少爷送给你的吗 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 让姑子爷爱上你的呢 姑子爷对你这么好 你是不是特别幸福呢 幸福 当然幸福了 还有 你们是不是累了 每人拿一束玫瑰花 祝你们生活愉快啊 别走啊 别走啊 各位 接下来的几点 一定是我们今年下半年 工作的重中之重 果然女人都是爱花的 家长定是感激体灵的来到戏 姑爷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土鳖一样的 凤鱼都没话就不说了 还不要脸的自己找那么多记者呢 现在想业好男人了 可惜全世界都知道 你是个在结婚日 抛弃妻子去找小三的沾澜 下次再来陪着 我叫了你第一把再上 老婆比较年轻 快乐有点 散会 老婆还怕老婆 我刚才开会人的名单全部送去财务室 正月早进全都口半 是 我现在就去 怎么会这样 热毒竟然都被撤下来了 喂 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把人给我盯着 小小姐放心吧 我保持人的热毒都不死 哼 桃一扇你个贱人 你等着吧 这不信我玩不死你 叶瑶你要不要来啊 你发现一家烧口店 狼猴吃了 过来嘛 哎呀你就别诱惑了 我桃克的是被灭绝探发现了 现在得发生小姑一百年呢 好吧 哎老妹 一个人试着呢 我们哥俩过来坐 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了 快坐吧 哥哥 老妹 真敞了 来来 哥 敬你一个 好啊 来来来 让我尝尝哥哥的酒 人渣 酒里果然有名 哥哥的酒 真是太好喝了 刚刚你们在那桌的时候 我就一直看着你们呢 是吧 对啊 好喝呢 咱多喝点 对对对 买上买上 那我们干了 这老妹 真是好酒量啊 这是什么酒啊 怎么这么厉害 好喝吧 我有点 头疼 敬小姐还说这女人非常厉害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搞定了 这酒太烈了 哥哥 我想睡一会儿 哦 那你休息吧 老妹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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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牛好下 真的晕过去了 这江小姐给的药 还真管用啊 记住说了 在外面不能提他的名字 连性都不能提 果然是江静西 干活吧 老妹 你们两个 放开那个女孩子 少多管闲事 滚 在华都 还没有人敢对我 成小爷这么说 大哥 我让你们两个赶紧走 否则明天让你们都去吃牢饭 臭小子你好大口气 爷今天就打死你这多管闲事的狗 你没喝 虽然你多管闲事 但还是谢谢你了 还有 还不滚 你们俩 给我等着 不说救命之恩以身相许 怎么着应该跟我一起吃个饭吧 不好意思啊 梁家妇女不太适合和陌生男人吃饭 这样 如果你想吃饭 华都任何一家你随便挑 既顾四野账上 顾眼 哦 我知道了 你就是那个被顾眼捋出 头顶清清草原的顾家气妻啊 顾眼昨天晚上还跟人偷情呢 你跟我这个绝世大帅哥 吃个饭怎么了 陈远 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是不是你们陈家最近股市大涨 你的胆子也跟着大涨 你信不信 江家今天的下场 明天就是你的陈家的 江家股市大跌是你造成的 是我 为什么 你不是已经和江姐 闭嘴 因为江景熙得罪了我老婆 其他的你自己想 臭丫头 看我今天怎么惩罚你 臭丫头 必须要和我这些信 干嘛呀 童然 我是不是太纵入你了 你把我送你的一万朵玫瑰送给那些记者 还有你跟程远在大街上 你弄我弄的 在你心里 我到底是什么人 从法律意义上讲 你是我丈夫 我问的是 在你心里我是什么人 在我心里 你也是我丈夫 不过咱俩都说好了 我不干涉 怎么 你想打自己脸啊 侯然 我后悔了 你后悔什么 面子没有老婆重要 不会吧 你的脸比我重要 顾四爷 你不会爱上我了吧 陶温然 我告诉你 今天我这样做 只是为了顾家的脸 你现在是我们家儿媳妇就要恪守 无论是你的眼里 还是你的心里 都只能有我这一个男人 只能有我这一个男人 那你还抱别的女人了呢 怎么 你是粗了 我也把这句话送给你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我只是 不想头顶上顶着青青草原 丢人 行 我睡觉去了 顾业你放开我 我不放 情侣之间还有一项义务 那就是一起睡觉 你给我放开 你要干嘛 或许 我们可以产生 作为对战场的死期 江总裁真是早啊 不走哪里的话 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我很忙 佛天的股市动荡 你应该知道吧 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 是我做的 这 为什么呀 我最近也没得罪你 你自己回去问我江小姐 敢警告到我所的警告 再有下次 江氏直接变成下士 我想燃燃在天国 他也会帮我 呸 呸 你一个毛头小子 你敢威胁我 早晚有一天 整个华都都是我说了错 我 喂 大人 我接受这个比赛 下午人运动 准备生风 第一名将就无法问 你记得没有 哦 我知道了 没解错的话 这个比赛 张机奇和安小英 也要来参加 呀呀呀 我还以为你驾人了 就不会参加这场比赛了 这种事又不犯法 姑姑以后不能传来了 你呀 总归是要长大的嘛 叶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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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鸣小姐 我看你有点眼熟啊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竟然是成年 你知道最近被绿成龟枣泥的 那个四小姐吗 我看你 和他一转像 这狗发 怎么叫我说我对我 成尚 你可别开玩笑了 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车臣叶鸣啊 就我四叔娶的那个野丫头 连给她贴鞋都不配 你对那丫头有偏见啊 她可不是普通的女人 成尚 你也太夸奖她了吧 她一个从乡野来的穷丫头 成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说不定还在减大份呢 她又是能启动机车呀 都去怪事了 那个乡下丫头 什么才艺技能都没有 我看也就会点三脚猫功夫 绝对不会再多了 别说车神了 要是一个乡野丫头 混习机车 我这头啊 搁下来给她当球铁 车神叶一样 怎么可能支持那个香烟丫头 唐卫然 太惶疼了 唐卫然 果然是你 唐卫然 没想到你还真敢来呀 我有什么不敢来的 我都连续三年夺冠了 不差这一次 你就别吹牛了 这汽车比赛可不是射箭 光靠运气就可以 搞不好 你可是会车毁人亡的 没错 你肯定是在冒充车神叶英 唐卫然 我可告诉你 今天这场比赛 是国际娱乐大亨 秦家举办的 而且由秦公子亲自坐镇 可不是什么 从乡下来的阿猫阿狗 就可以捣乱他 我劝你啊 赶紧滚蛋 我也劝你 你是记吃不记打吗 你想把医院当成你家是不是 我不介意再送你 你敢 我可告诉你啊 我知道 上一次你敢打我 是因为有四叔 还有爷爷护士 可是今天 就你自己呀 好啊 等一下比赛要开始了 我没有空教训你 这样吧 如果你不服 等一下门口等我 就你 从乡下来的土包子 我看 连那机车 都是第一次见吧 叶英可是我偶像 怎么可能会是你 就你还想装成叶英女士 也不看看你自己 有没有这个本事 这样吧 这个比赛的第一名 是五百万 如果我赢了 你们给我一千万如何 那要是输了呢 如果我输了 给你们一千万 我真是笑掉大牙了 顾四夫人 你现在恐怕拿出一千块钱 多可费劲吧 安小姐 是看不起顾四爷吗 你算顾四爷 什么老婆 谁不知道 顾四爷心爱的女人 是江小姐 你憋得江小姐 和顾四爷不能在一起 她业务你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给你钱呢 就是 拎不起 这就是有点不要脸了吧 知道这是什么 这就是顾四爷 我老公给 他让我尽情的花 有了他 你们还怕我赖账不成 黑卡 燕怎么可能给你黑卡 顾四爷是疯了吧 怎么会把一张黑卡 给个香野丫头 你知道怎么是 你这个黑卡 一定是从四叔那抽来的 你别管我怎么得的 顾锦玉 我就问你 敢不敢跟我赌 来啊 赌啊 区区五百万而已 不过是我三天的消费而已 那傻子 喂 好美人 你到底行不行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孽子 月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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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上 objeto的松井 都搞好 月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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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怑 好 啊 啊 想想来的就是想想来的 明明没见过什么世面 还非要在机车手房吧 孤子爷上辈子肯定是杀人同城 要不然现在怎么会取得这么多一块 不对 超火轿抄上去了 抄了 抄了两辆了 他现在不是最后一名了 怎么可能 我靠没搞错吧 这可是集完他竟然车速不减 铁丫头低一了 低一了呀 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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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啊 真的是叶银车神 是不是耍什么手段 怎么可能是第一 鸡丫车是主办方准备的 这么多观众在这看着呢 拿出赌约 交出五百万吗 你 锦银 我身上没有这么多钱 我付给你的钱比较多 要不就五百万付够了吧 华锦银 只给我一百万的付钱 早就已经花光了 唐卫然 你别小人得志啊 今天只不过是你侥幸罢了 改天我约几个专业的车手 你敢不敢比 我不敢 快点 愿赌服说 给钱走人 好歹你也是我四审 作为长辈你怎么这样咄咄逼人找我要钱呢 你这意思是你要耍赖了 我可不是耍赖不给钱 作为顾家的长孙 我有的是钱 只不过 自古都没有小辈给长辈钱 你拿了我的钱 我盼你折兽 唐卫然 你干什么 住手 我教训我侄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顾家的长孙 顾家是华东第一大家族 威严显赫 这样家替孩子出来的 当时一泊云天 一言九鼎 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 我 我那干什么 你二十三岁了吧 刚刚回国一年多 你爸交给你的公司 大大小小不下十个 全部倒闭 我 说好听点的 你是游手好闲的富二代 说不好听的 你就是一个憋三 都对不起顾这个姓 静玥 恭喜你啊 小辈达 赢了五百万 今晚必须请客 走 吃大餐去 走了 怎么了 我现在是已婚人士 你给我注意点 以前我们玩泥巴的时候 那可是勾手搭背啊 还在一张床上睡过呢 十几年的好哥们 变成了人妻 心痛的呀 不能呼吸 你给我滚 小辈达 我全部都要 行啊 我看这只个多大 还有这只 那只 请问两位需要订标准包间 还是贵宾包间 我们想订一间豪华包间 谢谢 不好意思啊 最后一间豪华包间 已经被那位先生订了 顾燕 好巧啊 怎么有点心虚 不巧 我老婆今天得了大奖 我特意订了件包间 来给她庆祝 都说顾四爷是商界鬼才 这虚情假意起来 倒也是天才啊 在婚礼上都不出现 现在装什么大奕 老婆 这谁 新秀男 我的发小 从小玩到大 原来是新秀 别 你顾四爷气气寻三 你才是我们男人 心中钦佩的存在啊 小冉冉 我们走 咱们换一家餐厅吃饭 也行 你干什么去啊 你干嘛 我都说了今天给你亲子 当然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你不是约了人吗 你破那个包间 真的给我订的吧 对 那既然如此 小冉冉 那咱们就在这儿吃吧 反正 豪华包间 不用怀不 顾四爷请吃饭 不吃 怀不吃 来 给顾四爷满上 一个人喝呀 太亮了顾四爷 兄弟我 赔一口 顾四爷这么猛 那我再赔四爷 来一杯 小冉冉 我 不要司机送我 我要你送我 我送我 滚开 这是我老婆 你用本事你自己娶呗 我告诉你啊 你小子别太猖狂 假的要是想下手早下手 还哪有你什么事啊 好了吧 就你那穷逼啊 我老婆才看不上你 是是是是 他说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那个大家各自回家 那我们先走了啊 果然重色轻油 姑爷 你说说 酒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喝那么多干嘛 谁知道你朋友在 我还不是为了你 你得补偿我 姑爷 姑爷起开 姑爷你要干嘛 也是你 睡觉 姑爷你松开 你再不松开 我生气了 你懂好 再到我真的要用大腿 支配我大脑了 真够买的 死了 臭丫头 你怎么在我房间啊 你还踢我 大清早你发什么疯啊 我发疯 你以为这样你就忘记昨天晚上喝多的醉行了吗 昨天你单独跟秦家那小子吃饭的时候还没教育你呢 你 你来真的 废话 废话 废话少说 我就让你看看 本姑娘的便宜不是白占的 废话少许 你还没教育你 这也是我的卧室 要用墙 那也是你对我用墙 实亏的是我 你去哪 放手 你别生气了 我们夫妻之间我亲你一下 那不可正常吗 夫妻一场 现在你知道了 那当初婚礼的时候你把我自己丢在那儿 你想什么呢 这件事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对了人啊 明天 明天啊 是承玉的生日宴 她要请你过去赞 承远的妹妹 上次帮我的那个 行吧 四爷和四夫人来得这么早 那今天 我要进去多敬各位两杯 你别敬我了 今天的主角是陈小姐 你敬她吧 亲丫头 你等着 先给我亲自出手 必定要你身败名恋 在华都 有无分身之地 卫人 四爷 你们能来 我真的太高兴了 小月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这是送你的礼物 谢谢 陈小姐 生日快乐 难得今天大家都在 过会啊 我一定多敬各位几杯 张小姐年纪轻轻 就想着勾搭别人老婆 你敬的酒 我是真不敢喝 嫌脏 陈小姐 你误会我了 我跟四爷 没有什么 我跟他之间 的确没有什么 卫人 我知道我以前做了不少错事 今天 我想正式向你道歉 卫人 对不起 你能原谅我吗 不能 我又不是圣母 你上一班去 卫人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你干什么 卫人 我只是想让你原谅我而已 之前是我做的不对 之后 之后我想跟你做好姐妹 卫人 呃 为什么 就破了点皮 但我相信 江小姐也不是有心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去下洗手间 小把戏 小把戏 我去下洗手间 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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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呢 朋友 哪有什么朋友 不过 是你自己蠢而已 所以你是找黑客 黑了叶瑶的手机 自编自导了一场戏 即便你知道了 又能怎么赢 只要叶瑶 是安全 那就好吧 等一下 你还不时 你跪下来 是我饶了你 可惜啊 就凭你 想让我待在这里 黄卫人 我知道你不点功夫 只要是放在平时呢 我可能还会有点过瘾 但是今天 你不单单种的是一种 你现在 是不是觉得浑身发热 挺不上什么利息 所以呢 你 你什么意思 江瑶瑕 我早就知道 你支架里边有毒了 就这种小把戏 还同样玩两次 我现在就告诉你 什么叫做心狠手辣 还不赶快给我出来 弄死这个贱人 这家都还挺辣呀 要是玩开了 肯定更带劲 小婊子 你们两个没用的东西 快快 他快撑不住了 赶紧给我把他撕了 快点 你要干什么 就是这个是吧 江瑶瑕 我今天就以奇人之道 还治奇人之身 你个贱人 江瑶瑕 我告诉你 解释你惹不起的人 以后 慢慢享受吧 臭俩们 打了老子还想跑 这儿 我没事 咱们走吧 走 他们敢对你下手 我一定让他们生不如死 不用你出手 只要把他们电话线吧 手机没收 待一个小时就不 不 不可以 爷 都是唐薇然 都是他跟我笑得多 你救救我 不然我以后再话 都没法做人了 爷 你救救我 我已经通知过媒体 明天一早就过来拍照 那明天媒体来不开的 不就是我吗 这里还算是个人 从今天起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放心 我们马上到家了 回家干嘛 现在就要炸了 这家里下的什么药 正了吗 不回家 在这组 不好吧 拿我的包 我包里有东西 包 包里有套啊 我包里面有一个白色瓶子 里面有药丸 哦 哦 哦 哎 哎 燃燃 你放心 如果你撑不到家 咱们在这也行 你放心 我会很温柔的 你干嘛 你想 占我便宜 你不是种药了 我是被江景希下药了 但因为叶瑶的事情 我忘记吃解药了 你以为江景希把我设计了 你就有机会了 不好意思 我有万能解药 我需要什么特殊机会 才能接近你吗 你别忘了 夫妻之间 平方天经地义 行啊 反正咱俩也没有情 那明天就去民政局把混 放开 我再跟你说一遍 不许说那两个字 否则我不介意做一次小语 在这补动荒 不要脸 老婆 看看我给你准备的爱心早餐 真 拿妥 顾家孙少爷 抱着江家大小姐 遮遮掩掩从酒店出来 两人共处一室 顾燕昨晚明明让宝宝看住门了 他们俩怎么会搞到一起 这个臭小子 喂 为什么顾景欲 会和张景欲一起从酒店里出来 四爷 昨晚你们走了之后 那江小姐就从房间 跳到了楼下房间的阳台 我们发现的时候 他们跟景欲少爷 那什么故了 所以你们什么都没错 是 景欲少爷说 我们要先把江小姐带走 他就跳龙 老婆 这件事是我做的 我一定给你们挑战 不用 我会让江家付出代价 江总 江总 不好了 我们将实习凡在股市上突然亏空 这三两三个小时已经亏了 亏了多少 亏了七个亿啊 七 七个亿啊 亏我 为什么不解释报告 你们都干什么吃的 江总 这 其实也不能怪我们呀 我们这次对付的 不仅有那个地盘 还有一个账户名叫 TF6-2的 他们两家合起手来 围攻我们 势头太大 猛如破竹 还好我们及时拦截了 否则只会亏了更多 TF6-2的背后 是打鼓势力 报警办法 我们的人 什么都没差 废物 都是废物 滚出去 看来 雾县这次 是不会放过江志吧 看来我只有 去找你的 银鸭打 好 这个乡下的这丫头 竟然跟夏然有最小 江总才找我有什么事 我是来给 四夫人赔罪的 怎么赔罪 我知道锦西 罪女深重 顾四夫人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我将某人 毕竟上刀山下火海 都会为你去做 这倒是严重了 虽然江小姐恶毒了 但我总归毫发无伤了 上刀山下火海 就不用了 是 是 不过 我乡中了南疆那块银 想羊羊牛 放放羊什么的 我听四爷说 那块地是僵尸的 不知道能不能转让给我 给个友情价单 那块地闲着是闲着 既然四夫人想要 那我就送给四夫人 也算是 赔罪了 这哪能啊 那太占你便宜了 这样吧 你给我八折 我们都合适 这 还好吧 果然是想象人的 严大多 有什么不好的呀 不然别人说我 顾死夫人 太小气 太后门 那好吧 我算了一下 南疆那块地七百亩 按照我们老家的市价 三万一亩 折合八折 大概是一千六百八十万 等展展好了之后 我让四爷打给你 什么 南疆那块地 虽然现在是荒地 但也是我以 一百一十万每亩的价格 竟拍下的 一共花了七七千万 这一千六百万 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老家 就是三万一亩啊 没 没 我这就派人回去 着手办理手续 要是没别的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还望四夫人在四爷面前 多替我美颜几句 放心吧 江左为人忠厚又慷慨大方 四爷肯定会知道的 总裁 不好了 刚才跟我们一起在股市场 对付僵尸的TW2 现在又转过来对付我们了 这半小时不到 我们公司的股值 下降了五六千万 TW2全能攻破 一反股市的防护线 是啊 我们的团队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操盘手 无论是黑客还是股市精英 从没有人攻进来过 这TW2就一个人 竟然轻轻松松 攻破了我们的防线 有意思 我自己来 对方停了 这TW2到底什么意思 刷完呢 给我查 一定要找几句幕后视频 是 总裁 这TW2的IP地址 在您家里 家 请 TW2 疼为什么 总裁 你们没事吧 总裁这是被气场的 亏了这么急 还能笑得出来 我能有什么事 你先下班 是 顾总 今天这么早下班啊 老婆 今天看你 心情很不错 还可以 老婆 你说 我们地坊的 股票操控员 和网络技术人员 你觉得他们技术怎么样 简直弱爆 所以以后你千万别扔 不然我让你一天损失几个亿 都是轻松的事 今天啊 就是给你提个醒 哇 你倒真是时尚 为了庆祝 我修了八辈子的福分 才能娶到你这么美丽的老婆 今天咱俩必须喝点 不喝 为什么 因为你喝多占我便宜 小卓 没事的 一行 也行 反正我今天从江凌峰手里边买了块荒地 明天你给他打钱 一千六百八十万 就当 你给我赔礼道歉 你从他手上买两个地这么便宜 像是南郊那块荒地啊 便宜 不然我要那块荒地的 还真的放牛羊羊啊 老婆 这件事是机灵 上头也是刚刚发表的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的 那是机灵 顾先生 今天心情这么好 走 我们去开歌吧 随意 走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老婆 老婆 干我了干我了 你把画帐给我 你把画帐给我 老婆 老婆 我去上个新手间 用双手轻轻一出酒 不行不行 我妈 我妈 你别人了 好 我一会儿回来 一会儿活儿 不行不行 不行 不能去 你不能走 好 那我带你回房间睡觉好不好 放开我 我还没穿够呢 顾雁 你再不帮我放下来 我就 咬你了 你是小狗吗 怎么浪要人 你才是狗 我们能留下的情绪都没有 人都会有的沧桑的风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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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 我都会义无反顾的在你身边 去谈你 爱你 去保护你 多骂 别说话 坏死了 这么快就睡着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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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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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们俩起来坐吧 孩子 起来吧 谢谢伯母 就算顾严不愿意娶我 我也要娶你 谁叫顾严的子孙 顾严都别想跟我提前关系 不到齐了哈 我呢 今天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锦与她怀了锦与的孩子 顾家的血脉是一定要认祖归宗的 因此他们的婚礼就定在三天之后 至于安家那边 我会去给人家一个雕带的 顾总 你也来参加江锦与的婚礼啊 行 那我们先走 一会儿咱们婚礼上见 好 山儿啊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给你补办最神的婚礼 谁稀罕 用不着补办 你要想再办一场婚礼 你自己去吧 姐姐啊 从今天起你就要为人父 爸爸希望你们贤惠得体 相夫教子 孝敬长辈 平时爸爸也是你坚强的后盾 只要爸爸活着一天 就永远会为你遮风挡雨 我 然然 只要爸爸活着一天 就会永远为你遮风挡雨 嗯 哎 哎哟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还想起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小师妹 今天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当然是想你了 你什么时候能来 下午三点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 我觉得最近的记忆出现了问题 而且 六岁之前的记忆完全没有了 你说 我不会脑子有问题了 事要有问题 有限时想 试试我告诉你了 好 我下午去接你 晚上想吃什么 我带你去 不了 今天我没空 我要去接我大师兄 哎 我陪你一起去吧 今天不方便 哪天再带你认识 大师兄 师妹 今天真是抱歉了 没去机场接你 咱俩好久没见了 我已经办好入住了 咱们走吧 好 大师兄 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难道我脑子里真有问题吗 其实 你不是神病吧 只是儿时被注射了一种药 干扰了你的记忆 所以 你才不会记得六岁之前的事情 是谁给我注射的 难道是奶奶 不不不不 不是唐老夫人 这事还是唐老夫人告诉我的 她说 等她走了之后 等你接管了唐氏 把总部牵来华都 有了自保的能力 就让我为你恢复记忆 好 那我们开始吧 行 小师妹 你放心吧 不管你以后遇到什么事 只要有大师兄在 都会保护你的 小师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无论未来是快乐的还是不堪 它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要把它找回来 这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小师妹 你准备好了吗 嗯 那我们开始吧 妈妈 你还我妈啦 这妖怪 就怪她生不出 我儿子生了你这个悲情 这人哪 总要有个先来后来 我才是凌方亲那种 比我亲就是个贱人 你一个小初人和容器 别缺乏了公子一个品牌 这下家的财产 就是我们的 以后 你就是明镜云上的江太太 小师妹 小师妹 不要过来 我不要嘛 我不要打枝 我不要 小师妹 小师妹没事吧 原来 我就是下人 妈 这么久没来看你 您在天国还好吗 我相信 阿姨看到你过得好 她在天国有知 也就放心了 妈 你放心吧 我嫁给了你最喜欢的男生 顾业 妈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江凌峰 身败名裂 拿回我们下家的一切 你找谁 我不想跟无关的人在这说话 滚开 哎呦 让我滚 知道这是哪里吗 相识你也敢闯门 我看你是不是这死活 杜斯夫人 大家光临有什么事吗 杭卫然 你也太仗势欺人了 你今天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就别怪我报警了 爸 我倒要看看 砸自己家的东西犯什么法 四家东西 你这话什么意思 江总裁 你是纠战雀巢久了吧 忘记这里是夏氏吧 我自然不会忘 这里的前身 的确是夏氏 自从我接管后 才改成了江氏 这跟你有什么东西 我是夏氏唯一 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说什么 到底是谁 我是十六年前 被你抛到荒郊野外的夏氏 夏 氏 不可能 当年你怎么可能活下来 我不仅活下来了 我还活得很好 是 是你 的确是你 难怪我见你第一眼 就觉得你小失诗 原来你就是我的女儿 你不配说我是你的女儿 更不配提我的妈妈 你当年放火 烧死了我的外公 还害得我母亲自杀 把我追到荒郊野外 江总裁午夜梦回的时候 你没有梦到我的妈妈和外公 找你索命吗 你都误会了 当时你还小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你外公是被仇人烧死的 母亲受不了自己的自杀的 与我不关 你还狡辩 江总裁 你应该后悔没有把我杀死 既然我活得下来 我就会把你所做的事情 一一让你偿还 杀我 杀人是犯法的 我犯不上 我会让你亲眼看的 你所在乎的东西全部消失 最后把你送到监狱 让你两却余生 小人 你走了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我还要回来 既然死了 就别怪我心狠了 你跑哪里去了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啊 你怎么了 叶哥哥 你怎么了 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夏然 夏然 夏然他明明 一切都是江凌峰的阴谋 他差点害死我 什么 所以说江净夕 根本不是柳如的私生女孩 她就是江凌峰的女孩 没想到这个江凌峰这么恶毒 从明天开始 我会让整个僵尸在华中消失 不要 你以为僵尸 我自己不能让它消失吗 但是僵尸就是夏氏 那是我外公一辈子的心血 夏家的仇 我要自己报 好 这次不管有什么要求 我一定满错了 总裁 今天是唐氏奔迁第一天 江氏那边也派人送了礼 咱们是收还是不收 收 当然收了 凡是江家人适合 一律要好好招待 对了 查一下江氏在华都的寨主 让那些人都去江氏要债 这个年 我让他们过不成 是 我这就去办 总裁 这华都的权柜 几乎都给唐氏送了爹 我们要不要表示表示 你 你给我送 一大束玫瑰花过去 一大束玫瑰花 给夫人还是给对面 当然 是给对面 这 这不太合适吧 人家签个总部 你怎么费花这么多 还想不想赶 是 我现在就去办 哎 哎 哎 啊 啊 看 总裁 总裁 地方总裁派人送了一大束玫瑰过来 什么 你把那人的玫瑰啊 送给咱们公司所有的女员工 还有那些打扫的阿姨 你跟他们说辛苦了 是 小师妹 人家送给你花 那是对你的爱 你这么做 会不会太含了别人的心啊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走 师兄 带你吃饭去 行 你来干嘛 我当然是来敬你吃饭 小师妹 我突然想起了 我有一些急事需要处理 等会咱们再吃饭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他谁啊 他是我大师兄啊 就是帮我恢复记忆的那个 真的只是大师兄 不然呢 还有 你别搞俗气那套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我头上又有天津草原了 很快全世界都会被我打脸的 我现在就想打你的脸 现在是下半高峰前 员工们都看着 给我留点面子啊 要打的吗 我再在床上打 那不是对面集团的总裁吗 我在杂志上见过 怎么就被一个小姑娘给撂到了 她刚刚好像给咱们总裁 送来了一万多玫瑰花 听说她老婆是乡下人 会无数 这小姑娘不会就是她老婆吧 我看 肯定是她给咱们总裁送了玫瑰 她们快打起来了 老婆 你等等我 全国排名第三的房地产公司 江市铁团 近日来股价暴力 公司内部毛的平凡 江市铁团董事长 监总裁多次拜访到金银河行长 江市铁团 以此出现严重的刺激烧场 江市铁团 江市铁团 接下楼牌银色金副足出现 偷工浅交情况 我那是你们紧身狗方 一派无言 总才不好了 各地项目的成绩商都来了 好像是蓝阳琴 有多少人 至少四五十人 王爷根本拦不住 还我钱还钱 把钱还钱 把钱还给我们 江丽风 滚出来 把江丽风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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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我只是被人阴了 被人 是唐温然救出司书放的吗 他不是唐温然 是夏兰 是吗 江小姐 我们总才很忙 没空见你 你还是回去吧 那我在这等他 后来说 一定要叫 夫人 你叫 你 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住顾爷很忙吗 凭什么他能进去 江小姐 我们总才说了 无论他在干什么 哪怕开会 董裁夫人随时都能进去 但其他不相干人等 没有他的准许 是不能进入他 你这坏是什么意思 谁是不相干人等 今天我就要进去 江小姐 你真的不能进去 让开 我告诉你 我可怀了顾家的长孙 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你能耐耐的气吗 这总裁交代过他 我要是违背了 一样耐耐不起啊 你不让是不是 那我可闯了 让他进来吧 四叔 我也是没有办法 再来找你的 什么事 直接说 有些话 从单多和您说 我跟你之间 有什么等分的问题 我都不想见你 你是嫌 我现在倒地的太慢了是吗 下次你别生气啊 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 可能会让婶婶不开心 可是毕竟她现在身份不同了 她现在不仅是我婆家婶婶 还是我的妹妹 知道会让她不高兴 那你就别说 人家 四叔 我真的不想看到我爸爸 现在被占主逼得走投无路 你就看在咱们是一家人的分上 你就帮帮我 救救僵士吧 你还有脸让我帮僵士 你的母亲把然然的母亲给气死 江凌峰当年把然然扔到眼外 要不是有然然 早让你们谁不如死了 可是再怎么说 就算她当年做的是错的 她怎么说也是我父亲啊 我想看到她为难 然然 就算她再怎么使恶不赦 那也是咱们的父亲啊 你难道连自己的父亲都要对付吗 你到底是没长脑子还是傻子啊 我的家是夏家 又不是江家 对了 你告诉他们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将军倒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那你转告江凌峰 只要我活了 还一天好日子都别想过 聪傻 好狠独的心 你会不得好死的 江净熙你给我住嘴 你要是再跟他说一句 你小心我翻 不是人 行 郝伟然 算你狠 闪闪 你别比你 不管他们做事 我都不会放任不管 就凭他们 还不够格 还有 少占我便宜 好好好 你晚上想吃什么 我请 休餐吧 好 我这又订餐厅 怎么样 顾燕说什么了 爸 都是唐伟然那个贱人 不仅来着顾燕不让帮忙 还把我从地盘大人山呼噜出来 好你个唐伟然 把我们立场绝路 把我们就让你 乖乖的把钱送上门来 江林峰组织了一场排卖会 把下一届的东西全排卖 作为 未换欠款的重新 我知道 你放心 不管还多少钱 我会把他们都买回来 江林峰这场排卖会 就是为了让我拿钱 我才不会让他如愿 走吧老公 各位 我们今天要拍卖的东西 都是以前夏家老先生 和夏小姐的珍藏之物 都是一些名贵的物品 价值连城 现在我们拍卖会要开始了 请大家做好聚牌准备 我们今天要贩卖的第一件物品 是一只三百年前的金香地发钗 我不同意翻卖 这不是顾家自负什么 颜值几只逆贴呢 可不是嘛 怪不得能到这么短的时间梦 这笼络了顾四爷的心 我怎么感觉 他长得好像你哭的夏小姐 夏家那些物品 我都不给你拍了 四夫人 这不合适吧 这些物件不属于你的 你没有权利去 没有 我是夏小姐唯一的人 也是夏家唯一的继承者 夏家唯一的继承者 你说这些东西 这不是属于我吗 夏家小姐夏山 不是在十六年前 并与夏老爷子一起被打扶烧死了吗 这怎么可能会是顾家的四夫人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咱看他的长相 他要是下人的话 那这些东西还真就属于他了 曹卫然 你想说什么 我和你儿子当一个大 就被烧死了 你为什么冒充他 你为什么冒充他 就是啊 堂堂四夫人又不差钱 为什么要去冒充一个消失的人呢 她就是一个乡下野丫头 哪懂什么准备 估计是觉得自己和那位已故的夏小姐 长得有几分相像 所以便来冒充她的女孩 可惜夏小姐的父亲江总还在 这被当众拆穿了还真是打脸啊 我又和我瞎说 江总自己心里不外公 你忘了啊 我的母亲和外公他们都是心血血血 为了防止自己和后代 她也需要血血血血 所以他们每年固定会去存储 孩子 医护人员现在已经把我中心的心 送往这里的路上 当然 他们还带着鉴定设计 亲近现场 那些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 肯定是被你收满了 没我的同意 他们怎么可能随便把我老婆的血拿出来 你虽然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本不该打你的 但是你这个小人 你不配说我的母亲是你的老婆 不然我以后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你 你 你个逆女 你看他亲生父亲 真是打你不到 要遭雷皮的你 你 你现在知道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吗 不仅如此 江临峰当年在出国之后 便和柳如生下一个女孩 就是江临峰 她在害死我老婆的母亲和外公之族 便黄峰柳如是夏老爷子的私生女 这样就名正言顺的把柳如和江临峙接入家里 你 你胡说 十六年前 外公就知道了这个事 让你和母亲离婚 你呢 心生歹尽 和仇人联合一起 烧死了外公 还逼得我母亲自杀 然后给我注射了失忆的药 丢到了荒郊野外 不过幸好苍天有眼 让我被捡到了 而我现在还恢复了尽 这种人 你为了自己 毁了外公一世的清白 你真该死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我女儿可是我家孙少奶奶 你们再这样会死得很惨的 我怎么会放过你们 柳如 靖西 你们怎么来了 老公 我们在家里面被这几个人强行带走 也不知道说了谁的指使 爸 这些人也太猖狂了 一定不能放过 目共指使之人 是我找人带他们过来的 你个贱人 我 妈 妈 你干什么 看看你到底是不是我外公的 私生女 你闭嘴 我就是夏老爷子的亲生女 江总裁 请注意分寸 这里这么多人呢 我不想搞得大家都为了 你 是真是假 十分钟之后就知道 是不是真的 等一下就知道了 我 听过夏老爷子和柳小姐的DNA对比发现 二人并无任何血缘关系 并非妇女 江凌峰 江凌峰真是畜生不如 自己为了找小三 竟然做出这么狗鲜的事情出来 毁了夏老爷子一时轻盘 就是 夏老爷子都死了 还被这个畜生污蔑 还得下地狱 说不定夏老爷子就是他烧死的 夏老爷子也是被他逼死的 目的是找小三 你都闭嘴 你胡说什么呢 江凌峰和江锦希的DNA对比发现 二人同样并非血缘关系 并非妇女 三四七 竟然不是老公女儿 你个永逸 我怎么可能不是我爸的女儿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我从酒喝到 和你比较成好困难的事 绝不过他知道 不是想见你一切都有无关 老公 你给我解释 这些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女儿老公 是真是假 等到结束的时候 去医院再检查就好了 你 反正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妈 我当初为了娶你 眼睁睁看着夏侍侍在我面前刺杀 害怕亲生女儿扔到火眼 没想到你竟是个早就背叛了我的婊子 说 那些男人到底是谁 爸 我会不知道 爸 还不说实话 爸 我也不知道 爸 不能再打了 再打真会出事的 滚开你个严重 不配叫我爸 我的孩子 说 那些男人到底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 老公 我也就跟了别人那么一次 我想着我跟了你那么多次 我想着我跟了你那么多次 我说她就是你的女儿 天气跟了你二十多年 怎么能够不是你的女儿呢 你个贱人 你给我住嘴 你 我嚇死你 你干什么 你造的你还不够多吗 就算她要死 法律会制裁她的 老公 你不能不要我们 老公 滚开 是 是我对不起夏家 对不起时事 可我绝对没有害老爷子 当年那场大火 警察早就调查清楚定案了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 但我知道我有罪 我不肯欺勉时事 把然然送出去 然然 爸爸不求你原谅 爸爸知道有罪 我为由你这样的亲生父亲而耻辱 我今天来 只想拿回我母亲和外公的东西 你要是愿意给就给我 你要是不愿意给 我去找律师来 这 这都是你的 爸爸知道错了 今后 尽最大力弥补你 你母亲和你外公的东西 你都拿走 我不会卖的 都是你的 放开你的脏手 抱歉了各位 今天因为一点私人事情 耽误大家了 Bailey 爸爸 你让我住 姐大力弥补你 江林峰 我张萍 天蓝 我� overboard 今天我高兴 陪你吃个烧烤 吃个龙虾 喝个啤酒 要不前两个行 酒就别喝了 我害怕 为什么 善善 咱得为你怀里的三胞胎 主想一下 谁要给你生孩子 你是我老婆 你不给我生孩子 那我顾家要绝后了 你们顾家人丁兴旺 不差我这一个 那可不一样 你怀的可是我孤雁的儿子 你 老婆 南郊那回地 马上就要动工 我已经找人 办好了手续 你看在我这么积极的份上 就少了我一次吧 行 拿了你了 这次 这时候 以唐氏集团总裁的身份 回归了 唐氏集团的集团 他们的总裁 怎么还没有呢 不知道总裁是谁啊 你知道吗 哇 真是 唐氏虽然实力不小 可这仅仅是新项目举行奠基仪式 你们还能大到让顾四爷亲自来吗 别说话 开戏就行 我觉得唐氏的牌子搭的是有大小差 唐氏究竟为何有这么大灵魂 居然能将这三位大佛同事请来 每回唐氏有点什么大动作 你都亲自出马 还送那么大一束玫瑰 是不是真像传说的那样 你听到小唐总裁有点意思啊 是 顾燕 当叔叔的还是要说两句 魏冉这孩子真的挺不容易的 命也挺苦的 你既然娶了他 就应该好好对他 这小唐总 再好再有钱 他也不能给你做妾呀 到最后 搞得人养马饭 你最后还得名声扫地 虽然魏冉丫头钱财上是不如小唐总 但是她还是很有能力 很优秀的 将来啊 她的成就说不准啊 要比小唐总还要高 你啊 可要想清楚 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媳妇在上游区的名声 不是最坏的吗 什么生活种啊 那位叔叔 我对我老婆呢 以后一定更加忠心等你 喜爱老婆 这就对了 趁现在你媳妇还没发现之前 带着你的人和那些玫瑰 回去吧 好像来不及了 为什么 因为啊 她媳妇来了 姑爷 要不要我们也会你逃跑 你媳妇好像带人来抓你了 我姑爷的自粮力 就没有淘这个词 唐氏果然是纪律也明啊 你瞧这员工 从着装到气势 一看就是精英了 而且各个年轻英俊 这样的公司 怎么能没有闯进呢 听说那小唐总才二十三岁 汤秦银行就是他一手创办的 绝对是和顾宴一般鬼才的存在 总裁好 同事们辛苦了 我没言话耳聋吧 唐氏的人居然叫顾子夫人为总裁 而且顾子夫人还问他们好 难怪顾子夫人敢把顾武小姐的手腕折断 原来她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势力 这哪是她配不上顾子爷 明明是顾子爷配不上她了 大家好 我是唐氏总裁唐卫然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 厉临唐氏集团的奠基仪式 我决定 每人送你们一朵玫瑰花 为了感谢 玫瑰花的赞助者 顾总裁 我决定 给她发两朵 好了 今天的仪式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好 好 顾总裁 现在你知道了吧 是你配不上我 别太自以为是 婆婆 你说的都对 就是我配不上你 所以我只能用 余生的所有时间去疼 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只要你对我不离得气 就换你来虐活 那为什么不能 这辈子虐呢 你想怎么虐啊 是在蟲上 或者浴缸里 还是在沙发上 你妹的 老婆 别闹 回家 顾业 你快快放开 不放 现在是白天 白天怎么了 这个月的亲戚 好像还没来 难道 妈 妈要是早知道 你亲生父亲 有现在的成就 当初哪里还要跟 江凌峰那个死鬼 哟 这不是鼎鼎道名的 唐氏总裁 唐蔚染吗 这个贱人 凭什么好处 都让他站呢 这不是最近很有名 被江家抛弃的私生女 和小三吗 你 我妈很快就会成为 陈氏的正牌夫人 而我 也是陈家的正牌小姐 就算你是唐氏总裁 我的身份也不会比你低 陈家 没错 就是鼎鼎大名 国外最有钱的 万圣集团 我爸 就是万圣集团的 陈浩坤 原来是万圣集团 陈浩坤 你想得到挺美 就不知道他同不同意 之前在国外的时候 和陈浩坤 有打过一两次交道 没想到 他的父亲竟然是他 他不这么亲密 但我 我妈怀孕了 我爸老来夺子 宝贝都不多了 一会儿风风光光的 把我妈取进门 没认识 那就提前恭喜了 你来干什么 这可是妇产科 这你就别管了 你一个超大名女妇 还是好好养胎吧 你 别像江姐西一样 作来作去 把孩子作没了 你 你就放心吧 我的孩子 一定会平安出生 这个孩子不能出生 浩坤 你怎么来了 爸 把刘女士 直接带到手术室去 是 手术室 不 浩坤 我想留下这个孩子 没得商量 我的脾气 你是知道的 是 要不是因为 你想在国内的商界 插上一个 怎么会让她有这个气 浩坤 刚刚是我一时冲动 这个孩子 我不要做事了 啊 你爸说的对 妈妈年纪大了 生不下这个孩子 走吧 你妈去做手术 那好吧 不好意思啊 让顾死夫人见笑 陈总多虑了 只是这刘女士年纪大了 生孩子危险 打孩子也危险 陈总三思啊 这就不劳 死夫人费心了 死夫人 你嫁到顾家这么长时间 你也没有生育吗 你来这里啊 好好查查 看看是不是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我给你个建议啊 你跟你老公顾死一样 一起查查比较好 多谢陈总 陈总的话 我会一次不落的 告诉我老公 医生 我是有什么问题吗 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 你这刚怀孕三十多天吧 你这各项数值都挺高的 恐怕滑在不是单胎 不是单胎 是双胞胎吗 这个不好说 过些天吧 你再做个逼超 我再仔细看一下 才能确定 现在呢 你就回去好好休息 补充一下营养 过半个月吧 再来检查一下 好 谢谢 老婆 老婆 是不是又想让我带你去哪里吃饭 这是什么 自己看看呗 媳妇 你怀孕了 真的 媳妇 我要当爸爸了 医生说了 我现在要好好休息 以后就靠孩子他爸了 为了你和女儿的幸福 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你怎么知道是女儿 肯定是女儿 那万一是双胞胎呢 那就是两个女儿 行 女儿 媳妇 我得赶紧给咱爸打个电话 他肯定特高兴 喂 爸 这可是我们顾家的传家宝啊 当年我母亲给了我媳妇 现在可就给你了 谢谢爸 要不是这个女人 不能可怜未出事的孙子 也不会还没出娘胎就夭折了 四弟妹真是好福气啊 事业有成 老公体贴 现在又怀了身孕 当真是人生赢家呀 人嘛 不作就不会死 只要把日子过他心了 上天都会帮我们的 但如果人要坏事做尽的话 上天都不会饶过你的 你说对吧 大嫂 这上天也不见得是公平的 要不怎么说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呢 大嫂 我劝你一句 你想做什么我都可以 但是不许把主意打到我死亡身上 不然我对你绝不舍 四弟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这高兴还来不及呢 四嫂 医生怎么说 是男孩还是女孩 现在太小 还不知道呢 四嫂 之前的事都是我的错 都是江景熙那个女人骗了我 所以才做了那么多的措施 没事的 不怪你 当孩子出生了 我这个做小姨的 一定送她一对皮鞍锁 这个简直生下的孩子 你这家长 岂不是全落到她的手里了 你害死了我孙子 我就恨你孩子 一命 这就是你的报名 四夫人 这是老爷特地丰富的 给您做那面窝 好 谢谢 今天我有问题 我肚子好疼啊 哎 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刚刚喝了一口烟汪 肚子就好疼啊 赵赵 你别怕 我直接带你去医院 我这样 难不成是烟汪有问题 你别怕 我们马上就在医院了 我没事 你好了 我也挺好好的 但是那烟汪里有毒 有毒 谁这么大胆 连我老婆都敢毒汗 欺负我可以 但是欺负我的孩子不行 所以这次 你要配合我 把幕后的人 赶出顾家 无论你做什么 我多陪你 小四 这医生怎么说的 这顾眼怎么样了 爸 燃燃留了好多血 医院说再晚几分钟 燃燃就要没命了 啊 而且医院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 那碗烟窝里面 确实 什么 我原本以为 我们顾家人 是和谐团结的 没想到 这都是我 一厢情愿罢了 这次查出 不管是谁 我定要 清理门户 我得叫一下 你们怎么就回来了 怎么不让他多在医院待两天呢 啊 燃燃已经没事了 不过我今天回来是要处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啊 是四弟妹险险滑胎的事吗 对 燃燃之所以会肚子疼 就是因为那碗烟窝里面有 至于下毒的人试试 我已经找到了 是你自己出来 还是我救你出来 不会吧 四哥 你的意思是 那骇人的凶手 是我们自家人 对 就是我们自家人 那四哥你说 到底是谁 竟然这么恶毒 要我说 就直接报警 让那骇人的凶手 后半辈子见不得天人 不可能 厨房的监控 我已经聚情相毁了 但不可能查出来的 一定是心相毁 半个小时前 我已经让人把证据 送到警察局了 大嫂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四弟 你这什么意思呀 你是怀疑毒是我 吓的 我不是 是肯定 半个小时之后警察局了 我今天最后一声 叫你大嫂 是因为我想让你亲口承认 如果你还不知公开 你别怪我对机家相识 没做过的事 你让我承认什么呀 你别胡说八道 大嫂 你不会认为 把厨房的摄像头关了 我们就找不到你了吧 你忘记了 通往厨房的客厅走廊 有爸的收藏画 只要有人经过 画框里面就能反射出人影 在我出事的这段时间 只有你去过厨房 你们要做什么 我要让机家在这个花竹消失 不 不可以 是他害死了我的孙子 我恨他 我要让他也没有孩子 你孙子怎么没的 你自己心里明白 忘了告诉你了 燕窝第一口我就知道有毒 我继续吃 是因为我有万能解毒完 为啥 你这个贱人 你是故意的吧 你 云霞 原本你是我最满意的儿媳 我是没想到 现在你竟然变得如此的狠毒啊 人做错了事 就要承担代价 你还是到监狱里 去烦醒几年吧 不 不要 四弟妹 大嫂知道你最善良了 大嫂答应你 以后绝不快滚了 你就饶了大嫂这一回吧 我觉得爸说的对 人要为自己付出代价 你害我可以 但害我的孩子 也许 同为人 你这个水仙心肠的女人 你混责报应的 金凌强 和我们走一趟吧 你给我等着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隋月 快点救护车 老公 顾月怎么样了 顾月得了肿疗 国外最顶尖的外科医生看了 也做不了手术 只能等死 怎么会这样 好在医生说 他还能再回应你 嗯 他那么年轻 肯定会有办法的 或者 找大师兄帮忙看看 只能这样 您好 您的菜上齐了 谢谢 大师兄 这里 师妹 这是给你准备的礼物 看看喜欢吗 什么 果然大师兄知道我喜欢这个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说 你喜欢就好 再说了 这也不是全给你的 你现在肚子里 不是有身孕了吗 我这是给肚子里的孩子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吃饭 大师兄 我有点事 想找你帮忙 跟我还客气什么 有什么事 尽管说 就是我老公的妹妹 她脑子里长了个瘤 可是 不能做手术 一生说她只有一年的活头了 你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能帮助到她 这个 还没研究出来 当然是 能抑制脑瘤增长的药 这倒是有 吃一个月 可以延长三年寿命 真的假的 当然了 这样 等我吃完饭 我带你去研究所 我拿给你 好的 快吃 四嫂 这是一个月的药量 是我大师兄给我的 可以抑制你的流声长大 最长 能延长三十年的寿命 如果身轻好的话 延长五十年也是可以的 四嫂 你就别逗我了 我的病 我自己知道 你这大师兄 就是那个拿了 诺贝尔生物学奖的 楚月轩 是 哎呀 小月 这回你可有救了 这药你赶紧吃啊 爸 你为什么那么激动啊 医生说 我只能活得了一年 难道这药 哎呀 你是不知道 冉冉的这位师兄啊 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 这 虽然他不是医生 但可是 生物科学技术专家啊 研制出的药物啊 有特别的药效 吃了它 说能让你多活三十年 就一定能 这药你赶紧吃啊 好 我吃 四嫂 从前都是我小心眼了 我想不开 四嫂 是我对不起你 算了 以前的事就不要说了 如果啊 你真想对得起我 你就好好吃药 好 以后有什么好的 我一定都给你 嗯 嗯 既然来医院了 那顺便检查一下胎儿吧 早月 活胎 三胎 是 四夫人你呢 身体比较瘦弱 生三胎的话 风险比较高 我的建议是 减胎 减胎是什么意思 就是 留掉一个 不能全部生下来吗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后期比较危险 而你母体也比较辛苦 医生 我不怕辛苦 大不了 我们早点剖出来嘛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全部生下来的 是这样 没错 那四夫人你回去 一定要多注意休息 补充营养 然后按时产检 好 我知道了 你这是 医生说了 我现在这四个人吃 我要多补点 四个人 媳妇 你不会怀了三胞胎吧 嗯 媳妇 你居然怀了三胞胎 媳妇 你真厉害 既能管理跨国上市集团公司 退能一胎升三胎 你真是全的 你当我是猪啊 媳妇 你一下 怀了三个宝宝 会不会很危险 当然了 伤孩子就是走鬼门关 哪个女人不危险 怎么不伤了 说什么胡话呢 不过还好我厉害 一次就搞定了 好 那我们只剩这一次 以后都不剩了 不过在生之前 我们有一件事情要解决 你说的是 江临风的事吧 打算我陪你去 不用 下家的事情 我自己来 谁啊 谁啊 石石 不是石石 石石从来不会用这种眼神看我 你为什么要打扮成她的样子 人善被人欺 就因为她温柔 所以你就花言潮雨陷害她 然后去养别的女人 你还放火烧了别墅 烧死我外公 逼她自杀 今天 我就要替她送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要送我去哪里 送去监狱啊 什么 然然 我知道下家倒下 你外公和母亲的死 让你一直难受难以释怀 可当时的事真的不是我干的 而且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爸 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我亲眼看到你和柳如 连手逼得我母亲自杀 这件事情你不用狡辩 而且我今天也不是为了这个事 是因为你挪用江家 公款数十亿 挪用公款 不可能 这僵尸 乃是我毕生的心血 我总拿的一分一毫 都是我应得的 绝对不会挪用 拿证据给看看 仔细看 我有的是时间 这都不是我干的 可这大部分 都是以你的名义挪用力 是啊 是柳如那个贱人 是柳如那个贱人 江灵风 你怎么来了 我代表陈家和你谈的收购的事 验在我们以前的情分 你疯了你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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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你这个蛇心女人 该死 你怎么会有这些 为了你 我不惜抛弃弃女 你竟然背着我挪用这么多钱 当初该死的 这该是你呀 这么多年 你的心思有在我身上过 你一直喜欢他那个贱人 取我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你的新鲜感 你从那个贱人面前自飞 所以不惜已经混了它 江灵风 柳如 你们涉嫌挪于公款 现强你们逮捕 警察同志 我是冤枉的 是柳如 是柳如背着我的名义挪用的 你胡说 这个字我查清楚 你们只需要跟我走就行了 然然 你知道我是冤枉的 有僵尸 我给你就是了 从小到大我就明白一个道理 想要的东西自己去争取 老你是一定要做的 僵尸 我自己夺活 好 我跟你道歉就是 但是走之前 我能不能再去 看一眼试试 你不配看我吗 你知道你不可能原谅我 这是我唯一的冤枉 算吧求你了 然然 你不配喊我 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我知道 这几天我想了不少 是我的错 明明可以过好日子 却被我亲手毁了 我本来可以有个人人羡慕的人生 爱我的母亲 思想的外公 但这一切都被你给毁了 让我家破人亡的人 居然是我最爱的父亲 然然 然然 我的宝费 我的宝费女 都是爸爸的错 爸爸该死 事事 我对不起你 你那么爱我 我却辜负了你 我现在就来陪你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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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在我死前 还能听到女儿叫我一声 爸 然然 爸爸把下事还给你 爸 然然 快点救护车 然然 然然 你醒了 他 死了吗 今天 已经送去殡仪馆了 终于 为夏家讨回了公道 姑爷 你可以帮我处理一下他的后事吗 我有点累了 想睡一会儿 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吧 好 唐总 江先生生前 已经把他名下 江氏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全部转移给了您 手续都办好了 您检查一下 好 女儿 外公 女儿拿过水利物的东西 从今天起 江氏 将打回夏氏 喂 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这个贱人呢 爸 我妈呢 别跟我提这个贱人 你 给我滚出去 滚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爸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小妹妹 小妹妹 这么晚了 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啊 来 你潇洒 潇洒 你脏手拿开 脾气还挺大 脾气还挺大 老爷 我就喜欢辣的 你们是谁 谁叫一克吃千金 你说我们干什么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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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买这么多 到时候用不完多浪费 我现在啊 可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这些东西不多准备点 怎么行呢 这个亲人 又不是你我妈 也不会出事 我也会被全家赶出来 你